掌声有请下一位新同学上场 来 俊阳 我看你一个人在坐着 你这一条金鱼是怎么回事 是特别带到学校来养的吗 这是我爸爸送给我的两条鱼 为什么要送你鱼呢 他希望我养鱼可以变得 更加有责任感 他也是我的小伙伴 那你想好了今天唱什么歌吗 我还没有想好呢 我准备了很多歌 有隐形的翅膀 牧羊曲 父亲写的散文诗 唱哪一首合适呢你说 您帮我出个主意吧 我是觉得你应该 问一下自己的内心的想法 哪一首歌对你可能更有价值 或者更有意义 居然紧张是不是 嗯 是不是紧张 紧张你要做深蹲是不是 嗯 老师陪你一起做 来 1 2 4 5 5 5 10 还紧张吗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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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不紧张了 来 还紧张吗 开心张吗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做杨俊远 今年10岁了 来自广西北流市 平时爱好是弹钢琴 唱歌 看书 我估计还要养鱼 嗯 俊远 你今天为什么带着小鱼来 我很喜欢他们 他叫做贺一 这个大一些的叫做贺二 哦 平常会给他们喂食物讲故事 那接下来这首歌是送给他们的吗 嗯 是的 我把对他的情感都庆祝在这首歌里面了 好 俊远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我们一起听你唱 北鸣有鱼 其鸣为鲲 昏之大 不知 几几千里也 不知 几几千里也 不知 几几千里也 泻没 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 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 有过 凝望你沉睡的路固 看海天 一色天风起 雨落 枝子手吹散藏茫茫眼波 大雨的翅膀已经太辽阔 我松开时间的收索 怕你飞远去 怕你离我而去 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 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去 倒流起天空的海底 看你飞远去 看你离我而去 原来你生来就属于天际 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去 倒流回最初的相遇 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去 倒流回最初的相遇 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去 俊远他给我讲过 爸爸送他鱼是因为 希望他能够锻炼责任感 因为哪怕是一只小鱼 也要庆祝所有的精力和爱心 去照顾他 因为俊远是一个我们班里面 相对挺内向的孩子 有些时候大家在一块玩的时候 他都会站在最边边 然后先观察大家 然后也比较腼腆 而且他的声音也真的很有特点 很有特质 我不知道其他的几位老师 有什么感受 丁丁 我觉得他还有一个特别的特质 就是这个小孩子 他可能容易紧张 你现在紧张吗 唱完歌其实就不那么紧张 但是你唱的时候 老师没听到紧张 只是你在唱之前 上台那一瞬间 和你唱完以后 相反老师觉得紧张 是 是 他很自如 他在音乐里是非常自如的 对 音乐才赋予他放松 但是可能在生活里 他会局促 是那种紧张的孩子 你让我们听到了 你的这种沉静而幽远的声音 那么的辽阔 那么的迷人 你有什么好紧张的 你是最棒的 我们大家给他鼓鼓掌 不需要紧张 你一定要自信 老师想问你 在上台之前你在做什么 我在看鱼跟他聊天 哇 好细腻的一个孩子 我听说过一些艺术家说 我喜欢跟太阳聊天啊 我喜欢跟树叶聊天 但是那都是很成熟的艺术家 但我真的第一次听说 这么小的一个孩子 他说我在和鱼聊天 因为他对那两条鱼 喝一和喝二是有责任感的 我觉得其实爸爸就是要告诉你 其实鲸鱼长的可能都差不多 无数的鲸鱼长都一样 可是当你把爱给了那只鲸鱼 那只鲸鱼就变得独一无二 就像有这么多的孩子 可是因为爸妈爱你 所以你就变成他们独一无二的孩子 这就叫做责任哦 是好棒的责任感 他爸爸的这种教育方式 我非常支持 谢谢老师 今天我觉得台上的宝宝鱼 真的太棒了 因为每一个孩子都好独特 每一个个性都好不同 有很活泼的 有很感性的 但是我觉得军远是最美的 在台上 他情绪的表达 音乐的表达是最美 而且我觉得我蛮感动是 看到这个开学季 爸爸妈妈陪着孩子们 来音乐大师课开学 你会发现爸爸们 不再像传统的父母 以前传统的父母 就希望孩子做这样做那样 但是你会发现 今天站在所有台上的父母 都是让孩子成为 那个独一无二他的样子 大家都在为爸爸点赞 有请俊远爸爸来到舞台上 俊远爸爸的嗓子 之前做过一个小准数 所以你说话有些不太清晰 来 小伙子拼抱一下 这是父子之间的 这种打招呼的方式 没错 没错 父子之间的情感 是很含蓄的 拉着手 对 俊远 其实你的嗓音真的很美 而且我刚才看到你 你的演唱方法里面 非常好的控制 用鼻腔 用口腔 后面发声的位置 有一点美声唱法的训练 对吗 所以你应该是在学校里面 应该是很自豪吧 我以前不是一个 很有自信的人 因为我的就是嗓子 比较尖 就是比较细 所以我一说话 旁边就会有小朋友 就是议论我 他声音比我都细 因为男生 他还没变声的时候 他的声音就是和女生一样 但是爸爸就是鼓励我去学唱歌 而且让我到人多的舞台上面表演 曾经要他在街头唱歌 人越多又要他去唱歌 我很希望他能路过自己的心结 他曾经写过一篇作文 因为他声音很特别 所以说他觉得他生命里没有阳光 我反复是处在没有温暖的冬夜 有很长一段时间 很自卑 今天听他唱歌呢 我很欣慰 起码在歌声里面 他完全投入情感 并且勇敢表达自己 俊阳我在后台看你排练的时候 你经常在那做那个什么深蹲 这是你和爸爸平常训练的自己的方式吗 近两年来每天都会做100个 为什么呢 我希望他更有男子汉器在 要求他每天都做深蹲 其实五年前就开始了 那五年前呢做不了100个 只能做二三十个 慢慢到现在至少就100个 从精神和体魄上 就更有勇气 更坚强 更自信 俊阳爸爸说的一番话让我很吃惊 因为我的工作几十年 碰到像他这个年龄的小朋友 来看我们和声团 都有好几千人了 如果碰到他这种嗓子 我们会把他当宝贝的 然后俊阳这个发声这个唱的呢 是很有特色的 就像原唱周深的那个 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 满过天空尽头的角落 本身这种声音是一种很能有特质的声音 但是我才发现他爸爸讲出来说 他会因此他会很受困惑 周边会有一些人会有一些看法 然后我就特别想告诉你一件事情 包括要告诉俊阳的爸爸 所谓男子汉的气魄 除了体魄以外 主要是说我们的心胸和我们的行为 嗓音是另外一回事情 嗓音如果很尖很细 只是代表你的乐器和其他男孩子不一样 那么你要把它当一个乐器来看待 我经常讲这个话 如果一个人的声音很尖很细 无论是男是女 就好比他拉的是小提琴 如果一个人的声音很粗很低 它就像个大提琴 男人也可以拉 女人也可以拉 它是个乐器 跟男性女性的气概气质没有关系 是的 这个是我觉得特别值得 要向社会大众普及的一个观念 再不要有人有他这么好的条件 结果没有亲事还不说 还造成他心理负担 在我看来非常非常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 是 而且将来你会变声 那我觉得是个很值得期待的一个很神秘的事情 因为很有可能你变声以后 就还是那种很细的声音 比如说像周深那样的 那也是很值得期待的 也有一种可能 你变完声以后 变成像孟老师这种很低很粗的声音 也很好 都要去很平常心的去对待 但是你唱歌的这个心不会变 你喜欢音乐这边心不会变 然后你的男子汉的体魄 和男子汉的心胸 都在那里就好了 亲爱的导致点评 我觉得很震撼 我觉得是他一辈子的财富 每一块补玉 它都有不同的光芒 我觉得俊远 他缺乏的并不是他父亲说的男子气概 他只是有些时候缺一点自信 所以俊远你要相信自己 男子汉的气概和勇气 就在你的小小的身躯里面 我们要掌声有请下一位新同学登台 来 俊远 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 你坐一下 男杰 男杰 好 那我给你几个建议 我觉得你的声音比较像周深 还有郭沁 是不是你也可以想一想选择一下 有个遇见梦去追 就是有人感觉一定要去追他 就是实现梦想的感觉 而不是说滑一滑就过去了 梦想没有实现 大家好 我叫王雨芳 今年12岁 我来自北京 但是家乡在内蒙古 第一次来 我其实想跟大家说对不起 第一次来 这对不起从何说起 是这样的 我早在第一季 就应该来参加这个节目了 哦 在第一季的时候 我也看了每一个小朋友的唱歌 非常精彩 我觉得我没有准备好 于是呢 三年以后的今天 我才真正觉得自己准备好了 我觉得今天应该会表现得很好 这是有备而来 都准备了些什么呢 我呢 把前三季 几乎所有同学唱过的歌曲 全部记录在了我的本子上 本子带来了吗 那我拿一下 好啊 我们一起看一看 还有本子 多么认真的孩子 这太认真了 刚发的书包 音乐大师课的书包 你看马上就装满了 这是每一首歌的歌词 就是我们前三季的同学们唱的歌 唱之山歌给党听 演唱者言亲乐 《珠穆朗玛》演唱者李正康 特别地认真 还有 这个呢是我对前三季 全部同学的评价 我们看看你的评价中不中肯来 那我先读一个小学长周亚鹏的 吓坏了 最初呢我看他只觉得挺可爱的 后来发现他唱歌很有功夫 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直击人心 听得我都想再一次奋斗起来了 我很好奇 还有没有什么本 我自己是尝试着写小说 然后呢我这一本小说 是关于科幻的 你能给我念一段吗 我看看你是怎么写的 那我念一小段 住存三天后 我把肥皂拿了出来 但今天没时间试用了 于是我把它放在浴室枣坝子下面的容器里 这一放可不了得 容器自己竟然把肥皂吞进去了 紧接着浴室的墙壁 变成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 我急着想把洞关上 可手却不小心碰到了洞里 于是整个人都被黑洞吸了进去 耳边还回荡着 妈妈不断寻找我的声音 太引人入胜了 好有画面感 我感到看到你就看到我小说 因为我小说也喜欢写科幻小说 就十一二岁的时候 简直是跟你差不多 书包里还有啥 还有吗 还有一个本 这里边呢 有我自己特别想唱的歌曲的谱子 歌词 还有呢 我自己写的歌 有没有可能 跟我们现场展示一下自己写的歌 那我给大家简单小唱一段 好 那些清晨的日子的欢笑的代理的都在你的眼里 那些喧闹的安静的奔跑的摔倒的都在你的心里 那些成功的喜悦的失败的沮丧的都在你的目里 那些等待的想念的分担的分享的都在你的歌里 你到底有什么话要说 你到底以后要写多少个本 就是我觉得凡是有意义 需要纪念下来的事情 我都要用本把它记下来 好的 那我们的四本少年 宇方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们一起听你唱 你这句唱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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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有一片沉默 那是你昨夜的柔情 我要登上登上山顶 去寻觅无数的身影 我要树下树下猜蟹 去编织美的重情 我要山下山下方路 去追寻你的足印 足印 我愿与你策马同行 奔驰在草原地深处 我愿与你暂时飞翔 老游在蓝天的穷枯 我穷枯 我愿意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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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